地插线 这个地方将地有点剩水 市民表示很担心 地坝上面扎着帐篷 有人在此处指手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在灌装沙袋 这个应该是泥巴和沙混合的 闸口已经封堵好 这些只是备用 这里是其中一处防汛物资 沙土的集中对放点 目前武汉市有几万防汛人员 24小时坚守 时刻警惕着 这里是龙王庙闸口 已经封闭 截止今天早上8点钟 武汉关水位已经达到了28.76米了 新闻直播车 无人机直播 看一下 无人机应该在长江上空拍摄 找一下 我在这里看到了 这个闸口就比较宽 封堵了几层 这就是长江 水位可振高 江滩全部淹没了 前面就是武汉长江大桥 长江武汉段 江面非常宽 平均宽度差不多1.4公里 这个闸口封得挺高 至少3米多 而且也封堵了几层 确保万物一失 这里是汉口江滩 其中一个路口 我发现江岸区这边降低 有名桥口区 至少高1米5左右 目前武汉市 两江四岸 一百多公里江滩 全部封闭 前面是长江二桥 隐蔽 到 回来 感谢观看